什么世界 9岁女圆交20人抢标 16岁少年得标 青森网站里的娱乐网 传出9岁女童po网圆交 有20人抢标的离谱情势 北市这名女童沉迷线上游戏 母亲没钱买游戏点数 她进po文圆交 短短几分钟有一二十人竞标 一名16岁少年得标 两人见面她带少年回家 口家换的价值1000元的点数 还告诉母亲 我帮一个哥哥 请他尿尿的地方 拿到游戏点数卡 母亲得知来龙去脉 哭着向社工求助 警方获报后追查 这名16岁少年导案 北市文山二分局将少年法办 她恐面临得父 保护管宿主份 女童是单亲家庭 经济压力沉重 妈妈在暑假让小朋友上网 竟遭网路世界染黄 女童可能是警方记录中 年纪最小的冤交女 9岁的小女孩拨到我拿 她们不但没有租子 居然还这么多人想上了 跟她们缘交 真的是病了 我觉得这种外向应该阻止 要有人出来说话 要有人制止 这是教育的问题 学校教育没有设法 甚至家庭教育也没有设法 网络观察家朱学恩表示 这大概是近十年来网络教育 最严重的案件 20个参与竞标 是会成年少女性交易的人 这个网友 这不用客气 就是人渣 如果你今天对于儿校的性犯罪 没有足够重 没有强大的贺阻力的话 这些人渣就没法贺止自己的受性 形势据分析 这些色情网站多半将主题架在国外 未来将加强网络巡逻 但其实在国外 这是媒介未成年性交易的一个罪行 它是必须要像是没跟法案一样 去公布你的个人资料 并且把你标记为性犯罪者 然后你在这段时间之内 都不能靠近任何的 包含了公园学校等等 有儿校出现的公共环境 但在台湾没有 法界人士分析 想标网友因为得标记交易 不知构成行则 至于色情网站业者 散布猥亵图画 影像可出两页下图形 但主题若设在国外 查起十分困难 动新闻台北报道